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午安 谢谢我的弟兄找我来 我今天算一算我今年到底来这边几次了 从去年开始好像是六次 真的谢谢你们 我记得我第一次好像是你们请我来 对对对好像在阳明山嘛是不是 那个晚餐我还记得 我讲什么我倒忘了 OK 刚刚很谢谢这个 这个应该是 对不起我音乐不是很懂 这应该是肖邦的音乐是不是 肖邦的小乐曲的第几个 二曲 对对对对 我不是很懂音乐 但是我听的时候 我其实很感动 感谢主 我们的大脑竟然可以听得出情绪 我们的大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是可以听得出声音的情绪 不只是它的意义 还可以听出它的情绪 所以我们会受感动 我真的感谢上帝 我在听的时候 无论是拉小提琴 无论是吹 刚刚那个是什么业励 长笔 对你看我音乐水准不是很高 那很不好意思 刚刚你还说我们 那个台湾的污染界两大重镇在这个地方 一起撑枝在我们 败枝也在我们 OK 那我就觉得我坐在那边听 其实我听得很感动 第一个 我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两个耳朵 对不对 两个耳朵 我们听起来会很立体 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耳朵的话 可能听起来就不知道 你在什么地方拉这个乐器 其实我们眼睛闭起来 只要有两个耳朵 其实360度我们可以全部的定位 因为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 听的大小不一样 听的方位不一样 那你知道吗 在一个三角集合里面 只要定住两点 其实另外一点绝对可以抓得住 我现在是用数学回来回馈你的音乐 所以我们有两个耳朵是感谢主的 第二个我们两个耳朵 刚好是完全不同两个方位 所以你的音乐在这边进来的时候 我这边所听的 跟这边所听的是不太一样 但是在脑筋里面 其实同样的一个音响 所以我们不会说 这个耳朵的音乐新进来 这个耳朵的音乐后进来 没有 大脑里面会呈现出 无单一的信号 真的感谢主 第二个 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们是用耳朵来听 对不对 那耳朵的话 我们这边不是耳朵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弧线吗 对不对 我们耳朵这边不是有 当然这个有很多好处啦 妈妈可以撈了耳朵说 你死小孩 OK 耳朵很软 我真的感谢上帝耳朵很软 第一个的话 因为耳朵是那么软 所以 我们刚听音乐的时候 那个音符是进来 到这个地方其实可以 可以隔掉很多的杂音 大概是比较蠢的音 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耳末 然后呢 进到我们的 就进到我们的耳朵的这个纹路 然后进来 进来以后的话还会有震动 OK 震动我们的这个 这个耳腔 然后呢 到我们的耳末 然后呢 神经传递 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那 我真的很感谢主啦 这个耳朵很软 是我很感谢主的 因为 它毕竟很软 不然你我可能睡觉的时候 枕头还要挖个洞 对不对 OK 耳朵如果很硬的话 你我大概很难睡 其实我们前身骨头都是硬的 这个骨头很软 感谢主 OK 不然的话你耳朵 因为很硬嘛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要挖个洞 才能够放进去 那你也很不好睡觉 OK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因为耳朵它很软 所以它那个声音的感受 是一个很轻微的震动 经过我们的这个耳朵上面的这个纹路 然后呢 再传进去 然后它刚好有个特别的角度 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角度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耳朵的这个角度是很有意思的 刚好把这个两个不同的接收器 然后呢完全是隔离在头的两边 那会成为我们非常准确的一个双生道 我们可以听得见 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讲耳朵跟音学的判断 让我回到圣经来 我今天想起来今天是圣诞节 那我要分享的题目 是不是可以帮我放到第四 OK 帮我放到第九节好了 反正就一放出来就第九节 这段圣经读起来是有点难过 但是呢 你如果回顾耶稣的一生 其实都在回应这个诗篇 耶稣的一生都在回应这个诗篇 因为这个诗篇是诗篇的44 44篇 可拉的 那可拉的 可拉是个背叛者 你有没有读过诗 你知道可拉是一个背叛者 是个叛逆者 那他的后代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的儿子或孙子 或是他的后代 我们不是很清楚 也许有一个人说 基本上我也是个背叛者 我也是一个反对上帝的人 然后呢他就写下这样的诗篇 诗篇44篇 那诗篇44篇的话呢 你如果整个从头把它读下来 非常有意思 那我就从中间来讲好了 从中间来讲 你如今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受入 哇 圣经里面有个经纪在告诉我们说 上帝把我们丢弃 我们一般讲说上帝不会丢弃我们 他就会告诉我上帝丢弃我们 OK 那 其实旧耶里面的诗篇的第44篇 事实上是主耶稣用在新耶里面来回应 诗篇的第44篇 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你使我们受入 不和我们的精兵同气 他们大概是打一个仗啦 那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后退 那恨我的人就任意的抢夺 那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了羊 把我们分散在列中 OK 第一个他讲上帝丢弃我们 那你卖了你的名 哇 第一说也更糟糕 所以上帝把我们给出卖掉了 OK 上帝把我们出卖了 我们喜欢上帝永远不会离去我们 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出卖了 他说你卖了我 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有的价值也不如你的资财 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 使社会的人吃笑鸡翅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成为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临日终日在我的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也都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依然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耶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道路 下一节 十九节 我本来是要讲这一节 OK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了我们 使死因遮蔽我们 你看他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上帝把我们给卖了 第二个上帝把我们给丢弃了 第三个上帝在野狗之处把我们给压伤了 讲到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想陪了神举手 神岂不见察这事吗 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奥秘 我们因你的言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主啊求你睡醒 求你为何紧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哇 还说上帝是睡着的上帝 我们今天有时候经过一些困难的事 其实好像上帝好像是睡着的一样 哇你在哪里 真的真的好像上帝睡着了 这个上帝好像没有什么作为 上帝好像不知道在哪里睡觉 上帝不晓得要睡到什么时候才会起来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还会睡觉 哇这个诗篇诗诗 颠覆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 这边告诉我们上帝还会睡觉 而且很糟糕的是 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他睡得特别好 应该写一本书 如何把上帝给教醒 那所以主啊 诶这是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 所以的话呢 他说 主啊求你睡醒 为什么你紧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丢弃我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你为何颜面 不愿意我们所遭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我的心命浮在尘土中 我们的渡户紧贴地面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OK 今天要分享我把它念了一遍 这边告诉我们说 上帝在野狗之处压伤了我们 用死因遮蔽我们 请问有人被野狗咬过 你们认为野狗之处是不是很偏僻的地方 其实也不一定 只要有野狗就是不管 我其实我在1982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刚去美国 我在加州的David's读书 那David's的话 冬天都会下大雨 美国这个加州 他就会在 都是在十一夜下雨 十一夜下雨 十二夜下雨 然后一夜还下着雨 然后整年就不下了 那我刚去的时候 我从电话部知道有个教会 有个教会 所以呢我就礼拜六的时候 我的礼拜六的时候 因为我们台湾的聚会都是礼拜六 那团契嘛 所以我就骑脚踏车去 我骑车去 其实哇这个下大雨 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 那我经过学校的校园下大雨 那脚踏车就拖链了 脚踏车拖链 那拖链的话呢 我会修脚踏车拖链 要怎么把它上去 那我就下来 那才穿个雨衣 那下来把那个链子呢 架上去的时候 架上去的时候呢 就看到演出有很多野狗 OK 哇这野狗 很奇怪 狗会欺负人呢 当整个晚上下大雨都没有人的时候 就一个人在那边休假拉车 然后就有很多野狗 大概 我现在忘了几只 我想记得好几只啦 好几只野狗 然后就慢慢的逼近 OK 那 我觉得美国的野狗跟台湾野狗 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台湾的野狗比较有自卑感 你应该吼一声 那野狗就跑掉了 美国的野狗大概因为很被人尊重 所以它对你有点凶 就慢慢的过来 慢慢的过来呢 其实我不太理它啦 我自己修了脚踏车 后来几乎快修好了 哇那野狗就整个冲过来 整个冲过来的话 我赶快上脚踏车 然后 一踩 请问有没有拖练 没有 哇那个好精彩 我真的感谢主 那个狗都冲上来的时候 我一踩 竟然 那个链子没有拖 OK 那我就一直骑上 那狗在后面一直追 我真的很感谢主 结果我那个下一天 我终于赶到教会了 然后呢 发现教会的门是关着的 为什么呢 他们说 在美国的查经班的聚会是 礼拜五的晚上 不是礼拜六 所以礼拜六是教会是没有人的 那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参加教会的时候 我这次到野狗之处 然后呢 上帝 压伤了我们 我来讲 我来讲 从这里面的话 我来回应几节 其实 可拉的后裔在很困难的时候 有这个祷告 在整本就业里面 我不太容易看得到上帝怎么回应 但是主耶稣的一生里面是不断的回应 这一段 我要回答的一段是野狗 我们好像是在野狗之处 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地方很困难 然后呢 有很多人像野狗一样 没有什么理性 就直接来攻击我们 没有什么道理 就直接来攻击我们 就好像我一个这么善良的台湾人 在美国的第一个晚上 第一个礼拜的第一个晚上 只是礼拜六在那边休假哈车 就有很多野狗来攻击 不过后来我在美国好多年 都没有遇到什么野狗的攻击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一次有个野狗 然后呢 感谢主我没有被 没有被 当然我也 我被吓一跳了 那个狗 整个过来的时候 其实然后又叫 又叫 这音听起来蛮可怕的 特别是你骑下车的时候 他还在后面追你 你听到那个脚步声 其实是蛮可怕的 但是 上帝 他在这边诗篇说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了我们 用死因遮蔽我们 我想 我们在跟随主 远路很难走 好像是到一个地方去 哇 哇 你所周围遇到的都是不可理意的 然后呢 这个已经很惨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死因 就是你已经在 落在软弱当中 那还有一个 一个阴影遮住你 让你看不见光 上帝的仆人写下这样的圣经节 等于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生命里面 遇到这样的光景 上帝依然纪念 因为这个诗篇诗诗篇 是上帝留下来的 在野狗之处压伤了我们 你用死因遮蔽了我们 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有一次 有一个妇人 她的女儿生了病 这个妇人是一个外族人 然后呢 她到耶稣的面前说 帮助我的女儿 那耶稣怎么回应 耶稣一句话都不说 耶稣一句话都不说 她往前走 哇 我们理论上讲说 我们在呼应 向主呼应的时候 主耶稣应该有回应 圣经说 耶稣是一言不出 向前走 然后呢 那个女儿呢 继续在后面喊 这个你可怜我 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 耶稣依然一句话都不说 耶稣走到前面 没有回头来看她 后来呢 这个耶稣 进到一个房间里面 进到一个地方去 哇 这个女人还跟过来 还继续地喊 后来呢 耶稣都没有回答 然后呢 那个她的门徒说 欸 夫子啊 要不要把这个女人给赶走 OK 要不要把这个女人赶走 哇 这个叫得这么大声 然后耶稣说 把那个女人带到我的前面来 OK 然后那个女人呢 她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哇 就是 请你帮助我 然后呢 耶稣讲一句 非常不客气的话 她说这个 这个饼不好 丢给狗吃 哦 饼不好丢给狗吃 哇 这个耶稣说 哇 非常非常的残忍 哇 这个说 如果有饼的话 也不好丢给狗吃 哇 这个等于是 考验 考验一个人 考验一个人 所以 我想到这一段 耶稣开始一言不出 她在后面叫的时候 耶稣还在往前走 然后她进去的时候 可能别人听着受不了了 把那个女人赶走 然后那个女人 因为她没有被赶走 哦 谢谢 哇 你们对每个奖言都这么好 还是我比较特别 我比较特别 我比较特别 OK 谢谢 我们跟每个奖言都这样 哈 我们跟每个奖言都这样 跟每个奖言都这样 你很特别 OK 好 谢谢 啊 对不起 我 然后呢 那个女人到 到耶稣说 那耶稣说 很不客气的话 喊不客气的话 她说这个 给孩子的饼 总不能给狗吃 哇 我们听到有时候 主耶稣上帝给我们一些的回应 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都想离开 哇 上帝应该很快的帮助我们 上帝应该大能帮助我们 上帝应该怜悯我们 上帝应该以他们的绑币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话 但是没有 耶稣一言不出 我们需要她的说她一言不出 然后那个女人就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她说呢 她说什么 你们记得吗 她说 狗在桌子底下 还吃那个睡渣耳 还吃那个睡渣耳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哇 很少一条狗这么有信心 狗在地上还吃睡渣耳 什么叫做睡渣耳 吃睡的 吃睡的 在野果之处 我们经历压伤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会引到我们身上 就是那个睡渣耳 你们有没有吃过睡渣耳 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们不能够吃苹果 因为那时候有个五爪苹果 以前用苹果吃五爪苹果 那我们一整年呢 就在那个时候可以吃 我们整个家只能吃半个水果 半个苹果 那另外的半个呢 是另外一家人吃的 哇 那家里小孩子 那个妈妈把它切一切 就切一小块 然后呢 就那一年吃那一次 五爪苹果 现在有人在吃五爪苹果吗 五爪苹果就是红红的很深红的 哦 以下已经没有人在吃了 以下没有人吃 那味道苹果现在吃起来也觉得不是很好吃 因为吃起来没有这样 咔的一声 好的苹果吃起来就像咔的一声 然后呢 家里很穷啊 所以妈妈 爸爸跟妈妈 常常把那个月饼吃剩的 那个月饼吃剩的 然后就把它一些睡渣耳 倒在一个盘子里面 然后再加点热水把它搅一搅 然后就给我吃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月饼吃剩的那个 那个睡渣耳的搅一搅 上帝说哦 这个桌子里下有睡渣耳 那那个女人说那狗在底下 依然吃这个睡渣耳 我要讲的是 其实在整个以色列人 所有整个世代都没有吃到的时候 这个妇人先吃到 有时候你吃 愿意吃睡渣耳 也许你就先吃到 愿意吃睡渣耳 也许你是最先吃到 上帝恩典的那一个 在野狗之处上帝把我们压伤 再用死因 祂还遮蔽我们 上帝把这样的话留下来 祂来告诉我们 其实上帝依然坚固我们 在野狗之处我们被压伤 上帝依然是坚固我们 你若忘记神的名 向别的上帝举手 上帝岂不见察这事 因为祂知道人的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果像是江仔的羊 我 什么叫江仔的羊 江仔的羊就是你实际上是被关起来的羊 你实际上是没有抵抗力的羊 你实际上是只能够救换的羊 你实际上是要你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仿佛是个江仔的羊羊 人生有时候在一段路里面 结果自己就像是江仔的羊羊 江仔的羊羊 这个 我相信我们 我自己深深的知道 有时候在整个过程中 自己就像是江仔的羊羊 他们要我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他们要我怎么样 我就只能接受 他们要我怎么样 我就只能够存了一点点的信心 再往前去 为什么 是江仔的羊 温顺柔顺是江仔的羊 江仔的羊上帝依然记得 我这以前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读过印度在 后来他的独立里面 他有一个不合作的运动 我们宁愿被打 我们不抵抗 其实 如果有人愿意成为一个江仔的羊 反而凸显出对方的残暴 反而凸显出对方 那个印度的独立 事实上是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但是 有的时候就是 愿意顺服上帝 愿意承认 接受 我是一个江仔的羊羊 不过耶稣有这件 他有回应 他是羊的好牧人 他是羊的好牧人 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非常谢谢你们 最开始 应该是去年的12月 7年12月你们请我来 我是7年的10月 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那 我自己很难走出来 我自己的困难 然后呢 他说 你们应该是请别勒奖言 那别勒奖言就问我 可以不可以来 那他说有一个好处 如果我来的话 你们可以买300本书 300本校园团契的书 因此我就来了 你们是不是买了300本 还是买500本 我忘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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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运 那一次我来 那一次我来的话 给我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晚餐很好吃 第二个的话 好几个人陪我吃晚餐 第三个的话 哇 我回去的时候 还有车子可以搭回去 因为阳明山回去好远 那第四个的话 以后你们就常常找我来 OK 哇 那 为什么呢 这个找我来 我开始 大概礼拜天 是我一个唯一的时间 我可以跟别人有接触 唯一的时间 我跟 我跟吴教授会认识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 他在美国神学院教书 但是我们都是上偶的 我们的吴老师上偶两年 那我上 两年多 那我是上偶一年多 其实我们都不认识 那我们在网路上就认识 那我真的很谢谢他 他常常鼓励我 因为他 这个上偶的人 很多话大概只有上偶的人 可以听得进去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 这个很多话对我 都好像是打高空一样 但是他讲的话 我就能够听得进去 因为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OK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 后来我们就成为朋友 那 他今年从美国一下飞机 他就搭车来看我 所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 虽然 然后我们聊一聊 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所以成为这个江仔的羊 还有很多好处 你可以认识我们这一群江仔的羊 还有我们愿意说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 很难走很难走 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 我记得我有一次很难过 我晚上起来 然后再煮这个饭 煮这个饭以后呢 我妈讲说我应该在学习 不要只会煮饭 我开始会煮豆浆 OK 那后来终于会煮豆浆了 那后来我去研究怎么煮豆花 哇 我真的有煮豆花 好好吃 好好吃 哇 我就知道 我就很困难很困难 在很困难当中 我自己学习 怎么往前去 那后来我又学习会怎么煮哇粿 那你说 张老师你一个人煮 就一个人吃啊 我说是啊 一个人就是 一个人煮完 然后一个人吃 然后呢 我有时候会听肖邦的音乐 他们说 喜欢肖邦的人是天才 因为他每个音符都没有重复 那我时候一个人就听了肖邦的音乐 有时候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一个 随时都有问题 江宅的羊 但是呢 我一定靠着主 一天一天的往前去 我跟你靠着 那后来我们就有一群 都是上偶的男人 我们从各处 我们就慢慢的认识 有人在 在欧洲 有人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常常互相鼓励 常常互相鼓励 常常互相鼓励 我有一个不认识的 他是台大的教授 他在另外一个系 然后呢 他在信上给我一个 他说因为他已经三年 他才过世三年 他才四十几岁 三年 然后他不敢回到系上去 那我跟他讲说 那我去看你 我去陪你 我去看你 然后他的 然后我说你住在哪里 他说住在台大附近有个街 叫什么街 那个男生宿舍 常青街 常青街 住常青街 哇 我说住常青街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搭公车到那个 到常青街附近的那一站 那边去癌症医院 台大癌症医院 那我大概就是在癌症医院过世 我在里面住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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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了 并且还住过癌症医院里面 最难住的病房 吴俊病房 我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哇 我必须戴帽子睡觉 我必须戴两个口罩 我必须戴口罩睡觉 我必须戴穿两件衣服睡觉 我必须戴帽子 穿的帽子睡觉 都是医院给的 睡到一半啊 帽子掉了 还有人把你叫醒 所以帽子掉了 重新把它戴好 我才知道说一个人 戴口罩睡觉 是很难过的事情 你就必须戴个口罩睡觉 那我太太就睡在旁边 我一直陪她 那后来我太太说 文亮你要不要回去了 你陪太久了 你陪了太久了 我太太可能知道她快走了 所以她在最后的两个礼拜 她说文亮你不要回去了 你已经陪了100天了 然后 Covid的时候你又不能出医院 还有你还不能出那一层的大楼 大楼有好几层 有时候你还不能出那 她说高度警戒 你还不能出去 所以你就睡在里面 然后呢 陪太太之外 你要吃东西啊 台台医院东西好难吃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台台医院东西 好难吃喔 我现在讲是给病人吃的 所以我每天都吃什么 我每天都吃那个 新东洋肉松 新东洋肉松 就是她有稀饭嘛 那我就吃稀饭 然后新东洋肉松 所以 然后我们每个陪伴 都是抱了一罐新东洋肉松 OK 还有人从台南 拜一个大概这么大关的 新东洋肉松 哇我说你这个既然你买了 你卖给我好了 她说我知道我要陪很久 所以从 哇那我们每一个人啊 在外面吃 因为都是自己 都是陪伴者 陪伴者有一个陪伴者的文化 陪伴者有个陪伴者的文化 哇陪伴者那个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月两个月 哇你就住在那个地方 那你就觉得这行是江仔的羊 好像是一个一个在野狗之处 你被压伤 那么 我还是在那边祷告 盼望每一天 盼望每一天盼望 那 我的女儿现在正在搭飞机 她准备明天回来看我 OK 因为爸爸已经一个人住了一年了 爸爸一个人 已经过了一年的生活 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 然后过了一年 那我的女儿还是有点担心 她跟她的丈夫 应该现在在搭飞机 她很快 她大概明天就会回来看我 那我跟我的女儿讲 在野狗之处被压伤 我第一件事被压伤 那我后来太太跟我讲说 你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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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辛苦了 我们找个专业的来照顾 那我告诉我的太太说 我那时候跟你结婚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先世 无论是贫穷 无论是疾病 无论是富有 无论是贫穷 我们永不分开 所以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让我留下来 因为我跟你先世过 我们永不分开 那她说你这样太辛苦了 我说 我说我宁愿跟你在一起 请问我是不是做对 我一起做错了 一起我做错了 因为后面的那两个礼拜 真的是让我痛苦得不得了 那个最后的那两个礼拜 但是呢 在野狗之处被压伤 好像那个整个 整个都是都已经 承受到你平常的生命 无法承受 已经已经面对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哇 那个真的很惨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惨 我大概每一天都要 每天都没办法睡觉 因为太太要打十几个针 十几个针 然后她会常常的流血 那我还要把流血拍照给医生 拿去外面秤重 秤重完了以后 回来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 帮她抱起来 换床单 也存在也会有血 然后就整个 然后你要整个 然后这样一天要七次 一天要七次 野狗之处被压伤 哇 真的所有的耐心都用尽 所有的 所以各位先生喔 好好爱护你的妻子 各位妻子好好爱护你的先生 哇 然后呢 你到最后期的时候 你发现医生就不来了 医生就不来了 其实她知道要走了 所以 最后那几天 我们就 最需要医生来的时候 就是叫不到医生了 已经等了 医生就消失了 消失了好几天 OK 等她再出现的时候 大概只留下30秒钟就走了 她说她快走了 她医生就走了 所以真的很辛苦啦 真的很辛苦 所以在野狗之处被压伤 在死因之地 遮蔽我们 我要讲一点齁 就是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 也许是跟神最亲近的时候 我讲的那个亲近齁 是我的太太 不是我 是我的妻子 因为我都说到我妻子的旁边 那我其实有点突然间 因为她已经进入中毒昏明了 然后她就常常说 文亮 她说张文亮 起来赞美主 那我的太太向来 不叫我张文亮 我的太太 她说你起来赞美主 所以我就站起来 但我太太 因为我就是 我就是被她叫醒 叫醒以后我就起来 因为她叫我赞美 那我呼呼呼呼呼呼呼 然后我就赞美赞美 然后我就回去 我在躺着 躺着以后她就再说一次 她说文亮 起来赞美主 那我就起来 赞美主 我真的讲齁 那个时候真的是 太太以上帝很接近的时候 在黑果之士 你压伤了我们 用死因遮蔽我们 但是呢 我们没有忘记上帝的名 哇 她还说你起来赞美主 然后呢 她最后再讲一句话 然后呢 她就说上帝这次我没有问题了 然后她就走了 上帝这次我没有 我不知道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那因为我虽然她旁边 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会记录她 我会记录她讲的话 她说上帝我这次真的 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不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她大概 我想我大概是她最晃不下 最晃不下的人 OK 那她大概 然后 她还清醒的时候 她跟我讲 我要走的时候 我问她一个问题 说你走了以后 我要跟谁结婚 OK 那我太太说你自己仰望主 你自己祷告主 你自己好好跟谁主 我问她说我应该怎么办 她说你要好好祷告主 然后第二个她告诉我 说你回去把马克斯威尔写完 OK Maxwell 那明年这个时候 市面上会有一本书 电池写之后 那她说写完之后 你再把牛顿写完 你再把牛顿写完 那她告诉我说 这一次再也不会有人陪你 陪你走了 不过 虽然没有人陪你走 请你记得 你爬都要爬过去 OK 你爬都要爬过去 所以刚刚那个姊妹在弹琴的时候 我喜欢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这是上帝 这是我在读牛顿的 我在写牛顿的这个生品的过程中 我想我大概要写三年 我才能够写得完 他里面有讲 我只要看到上帝的手 我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我讲给你听 他是这样讲的 牛顿是这样讲的 我的大拇指跟我的第三个拇指可以 有声音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 他说我们大拇指跟第二个拇指不会有声音 我们的大拇指跟第三个手指头不会有声音 我们大拇指跟第五个也不会有声音 只有跟第三个会有声音 我今天声音不是很大声 OK 会有声音 他说有人说你注意看 这个会有声音 乃是因为你这两根合在一起 变成它的音箱 这两根合在一起变成它的音箱 如果你把这两根打开的话 你也不会有声音 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变成是个音箱 然后呢 第一根跟第三根是有最远的距离 所以产生出来的音波 可以有个时间进到这个音箱里面再回弹 所以这一根他就会有声音 那这代表什么呢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所以牛顿他讲了很多很多这种例子 那他还告诉我 回去把它写完吧 所以我们没有忘记上帝的名 最困难的时候 我没有忘记上帝的名 这个对我很大的保守 太太走了以后 那一整年其实是很难过的 那我就每天在家里写马克思维尔 我每天在家里写牛顿 我现在还是一样 我现在还是上午一起来 我第一件事情我把棉被折好 我把棉被折好 代表我那天是可以 过得很整齐的生活 然后我把书包背起来 我到木柵路一段 有人给我一个办公室 那我一个人在那边把书打开 因为那边只有我一个人 那我在那边开始在那边写牛顿 那我自己很乐意的 来跟你们分享牛顿 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刚刚讲人的耳朵 在这两边 就是牛顿的内容 有人说人的耳朵 为什么要跟眼睛一样高 同时可以看到 同时可以听到 耳朵为什么要长在这里 刚好是跟四节成为九十度 可以帮助你的听节 分辨你的方向 假设我忘了上帝的名 像上帝别的神 上帝挥手 上帝会检查这个事情 他知道我们人心里的隐秘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其实我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上帝的保守 我能够快乐的活着每一天 尽我的责任 都是上帝的保守 我每天上午起来 煮换上帝的保守 我每天 我在家里种了很多花 上帝的保守 我在家里扫地 上帝的保守 我每个礼拜 把自己的内衣裤 干净把它洗干净 上帝的保守 下一天 他没有晒干 我拿回来 把它烘干 上帝的保守 其实我每一天 就是很平淡的在体会 一个叫上帝的保守 所以上帝检查这个事情 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故事 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故事 我们为你的言故 好像是终日被杀 哇 生活真的很难过 我们像是被杀的羊 主啊 你睡醒 你为什么会尽量睡呢 耶稣有一次 那个在海边的时候 他的门徒搭船在海上 搭船在海上的时候 他们讲说 你为什么海睡呢 那耶稣就醒来 赤者红海 其实耶稣在睡的时候 他依然是跟门徒睡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很多很困难的时候 耶稣是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其实他睡了 其实他 你知道他真睡吗 我不是很清楚 他睡了 但是他跟我是睡在同一条的船上 所以我每天起来 我还是读圣经 我每天起来 我还给我一些 在我的网路上的一些上我的先生们 我有时候给他回信 有时候读他的信 有时候回很长的信 我的女儿离我很远 我的女儿在马里兰 你猜他的爸爸给他的女儿写了几封信 我大概写了一百封信 我写了一百封信 因为我每封信我都有留着 那我的女儿怎么回应我呢 大部分都是给我一个爱心 OK 大部分都给我一个爱心 但是他每个礼拜会打电话给我 但是我爸爸就 就是一直留着 一直一直告诉他的女儿 爸爸现在的心境是什么样 爸爸的生活是什么样 然后呢 爸爸的三餐吃的是什么 我猜我今天晚上可以吃得不错 可以拍得不错 送给我的女儿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真的是 好像是终日被杀 过得很辛苦啦 我们像是江仔的羊一样 上帝求你 我想我慢慢体会说 其实呢 我在一个 我是一个在没有神迹当中 过一个神迹的生活 我是一个没有在神迹 没有神迹的当中 在过一个有神迹的生活 我好像是过在一个 与神同行 但是是很艰难的这个环境 然后呢 上帝的保守好像是 慢慢慢慢的保守 慢慢的保守 我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呀 你为什么眼面不愿 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很辛苦耶 很辛苦很辛苦 你为何好像演面 但是他真的演面吗 上帝把这样的话留下来 再告诉我 其实他没有演面 他依然看顾我 他依然看顾我 我真的很谢谢我的朋友 张忠果老师来看我 我住在划顾新天地 是因为他跟我讲的 我在台大要退休的时候 他要我去看房子 他说文料我给你去看 还有他把他太太也带来 OK我们四个人去看房子 结果呢我们把房子买了 他没有买 OKOK 那我真的很喜欢那个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我真的很感谢主 感谢我的弟兄 那我的弟兄还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我这么多年来 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很谢谢他 他有一次到台中去 开一个研讨会 研讨会的话 他们还送我皮箱 就我们这个弟兄竟然 把皮箱从台中 带回台北给我 OK 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有些人 那种很小节的动作 很小的动作 会让你感触很深 很小的动作 就只要让你一种 一种照顾 会给你感动很深 我跟我太太 刚开始交往的过程中 我怎么知道 她一定是我的太太呢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们去看电影 看小鹿班比 你们知道有个电影吗 小鹿班比 那我其实很少看电影 那他也很少看 但是我们那次要约会 所以就在美国看小鹿班比 那美国的喜宴是这样 美国喜宴是 进去的时候 有卖你popcorn 对不对 popcorn 那我们都穷学生 所以他买一个 那我买的比较大 他买的 也不是大 就是中型的一个popcorn 那你去做 美国的电影是这样 你去做的时候 他旁边会有一个洞 让你放popcorn 那我也是 好像看电影 我就把popcorn放在旁边 一面看一面吃 那电影演完了以后 大家都站起来 我的popcorn就掉到地上了 也许原来我买的不够大 我那个是一个中型的 所以根本那个洞 根本没办法装那个popcorn 那你看的过程中 popcorn都没有往下掉 为什么呢 因为隔壁坐的那个女孩 她用腿把那个popcorn给顶住 隔壁的那个女孩 她用她的腿 把那个popcorn的底下顶住了 我回去想一想说 popcorn怎么没有往下掉 一定是隔壁那个女孩 用腿把她顶住 我回去跟上帝祷告 求上帝把这个女孩子赐给我 我要用全身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 好好的爱护她 好好的疼爱她 为什么呢 她就这个小动作 那后来我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用腿 把那个popcorn给顶住呢 她说没有啦 我刚好顺便就这样 我刚好恰巧 刚好被我顶住 那我说你干嘛从我顶到尾呢 她就说我刚好恰巧 就这样 所以 她有些小动作 所以像这样这种 这种经节的话呢 哇 像这种一种小动作 上帝在船上跟我一起睡觉 上帝在船上跟我一起经历风暴 上帝在船上跟我经历最痛苦的时候 上帝在船上 让我逐渐的强壮起来 让我逐渐的强壮 让我可以帮助其他的上偶的 或者跟其他不是帮助啦 跟其他上偶的人 我们一起往前去 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啊 住在那个常心街 我去看他 哇 常心街在台大阿姨的后面 哇 我几乎很难走过那个阿姨 你知道吗 那这因为我跟他有约嘛 所以我就走过去到常心街 常心街有个台大的宿舍 那旁边有个台大的第一的 的那个学生的宿舍 OK 叫第一 然后呢 他就去 他就是买一点点的菜 然后呢 那我们两个一起吃 其实他说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我们一起吃 然后他上我 我上我 他三年 我一年 那两个人就是一起吃 那吃完了以后呢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呢我说好 那我该回去了 OK 他说好 那我说 我回去有个困难耶 因为我还要经过阿姨 哇 这个老师说 那没关系 那我陪你好了 哇 那我说你三年没有出来 你要陪我经过阿姨 他说是 他说因为你走不过 哇 所以两个男人就这样 这样牵着手啊 就 就走出那个常心街啊 走到那个基隆路啊 然后可不可以有个癌症医院啊 然后就是他要陪着我 他要陪着我 我说真的我真的走不过去 啊你看喔 像我们这种运动间这样 怎么会走不过 怎么会走不过呢 然后呢他就这样陪着我 走过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红离灯 然后我说 我要到前面去等公车 前面有个科 科技大学对不对 我去等公车 那他说文亮我 我陪你去等公车好了 然后呢他就陪我走 走到一半 他说文亮我大概只能陪你到这里 我大概不行了 他讲不行是什么意思 那我说好 那你就陪我到这里 那就say 谢谢 OK 我们没有什么神迹 我们没有什么大能 有一个上口三连的一个 四十几岁的一个台大教授 陪伴一个 一个 那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走 然后说谢谢你 我在现在还记得他跟我讲 他说文亮我大概只能走到这里 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 所以他就往回走 那我就看到他的背影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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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你为什么颜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呢 我们的性命浮在尘土 我们的渡户是紧贴的地面 我们好像是蚯蚓一样 我当时觉得我 我觉得蚯蚓是很特别的 蚯蚓没有手 所以他站不起来 蚯蚓没有脚他站不起来 蚯蚓没有手 所以他没有办法盘爬 但是只能靠着肚子 哇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好像是没有脚一样 站不起来 我自己好像没有手 无法向外盘爬 但是这边在告诉我 虽然我的性命是浮在尘土 我的渡户是贴在地面 但是成为蚯蚓也是很重要 成为一个蚯蚓的话 他可以帮地上打洞 他可以帮植物呼吸 他可以帮土壤可以通气 他可以把树叶可以有很好的分解 哇 所以 如果我是一只蚯蚓 那也许我有我自己的功能 我的性命浮在尘土当中 我觉得我好像是蜥蜴一样 你知道蜥蜴 这个蜥蜴 每天读到圣经节 我想到蜥蜴 蜥蜴就是永远都在地上爬 那你的空气 你常常呼吸到一些地上的尘土 你常常呼吸到一些地上的灰尘 土透土脸的 但是最后一节我讲完就结束了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我们一生里面 其实我们经过很多风光的日子 我们其实经过很多很多风光的日子 我们经过很多的得胜的日子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还是有这个祷告 主啊我没有离开你的道路 但是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求你用你的慈爱 跟求你用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我很喜欢救赎这两个字 救赎是 我认为你很有价值 然后我认定你 然后呢我要把你赎回来 所以我要先付一笔钱 先付一笔定金 先付一笔益先的款子 来证明我会把你赎回来 上帝派主耶稣 他的独生子 成为我们的救赎 等于是他等于是要拯救我们 那我们说我怎么知道被上帝拯救 我怎么知道我有永生 我怎么知道我 我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主耶稣说我先用一个俗价 我先用一个俗价 我证明有一天我会拯救你 证明有一天你一定会拯救成功 那个俗价就是主耶稣所定的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说 凭你的慈爱跟诚实拯救我 这个慈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字 英文是kind kind kind 这个英文 这个原来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杠杆 我们做了很多工程 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 我们做了很多 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 其实 背后都有一个省力的杠杆 如果用省力的杠杆做的话 你就会很慈爱 很多问题很困难 很多问题很难解开 很多问题你很难去得到帮助 很多的问题绰绰绰绰绰绰 那么呢 我是学生态工程的 生态工程的第一个理念是什么 生态工程有个做这个工程的第一个理念 自然界有个省力的杠杆 问题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有个省力的杠杆 你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杠杆 你的解开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省力 你不用用全部的力量来解决 你可以用省力 这个字就是kind 慈爱 慈爱是找到 人跟人交往省力的杠杆 慈爱是找到人在工作 在做事上有个省力的杠杆 慈爱是人在与人接触上 会有个省力的杠杆 那是上帝给我的 上帝给我们的 一定有个省力的杠杆 我现在每天都很难走 那我们的弟兄每个礼拜 也不是每个礼拜 常常礼拜四 他会送卤肉饭来给我吃 送很多卤肉饭 还送很多的印度的印度餐 对不对 很多印度餐 哇 他送了太多我都吃不完 所以呢我就送给朋友 那朋友又有个女儿呢 又从国外回来 哇 吃得很感动 他说我就这么喜欢吃印度餐 OK 告诉他爸爸 他爸爸又告诉我 哇 他说 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好朋友 可以送你印度餐呢 我就说真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个杠杆 你送我一个卤肉饭 就是个杠杆 你送我一个印度餐 就是个杠杆 哇 我觉得 我那天吃的就觉得很愉快 OK 为什么 因为有人跟我一起吃 山珍海味没有人跟你吃 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只要有一碗卤肉饭 一碗肉羹 然后呢 有一个男人 声音讲得又很大声 然后呢 可以陪我吃一个下午 哇 那我就非常非常地 谢谢 省力的尴尬 那叫做慈爱 kind 我每个礼拜写信给我的女儿 我寄给她 我知道她只会给我一个爱心 但是我现在是省力的尴尬 谢谢她 上帝也有一个省力的杠杆 就是上帝的慈爱 教导我们如何在困难的当中 省力的杠杆往前去 还有一个救赎 servation 一个救赎 redeem 一个救赎 先付给你一个赎价 证明一定可以 先付给你一个定金 证明一定可以 好不好 我这个祷告就结束了 在圣诞的嘉义里面其实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 告诉你我是很难走 我已经走了一年 又整整三个月 很难走 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难走的人生的一段路 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困难的一段路 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 整个价值观都被颠覆了 甚至整个信仰都摇动了 整个过去自己所乐观的 重新就变成一个悲观 过去所每天晚上 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就变成只是留下 只有一个人 在对着家里的家具 哇 真的好困难 但是我们永远向这个写诗的人说 主 我们没有离开你 因为永远相信 You are the kind You are my redeemer 你是何等的慈爱 你是何等的 帮助我们 救赎我们 也许我看不到什么神迹 但是每天能够活下去 就是一个神迹 也许我没有得到什么 毁大的 突然间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逐渐的晚上好睡 我能够上午准时起来 我能够不看色情的电影 我能够不看色情的小说 我能够保持一个 一个纯洁 一个干净 来过我的生活 就是你的仁慈 这是你的慈爱 我能够活着 能够每天上午起来扫地 每天中午好好的把碗洗干净 每天上午一早起来 就去倒垃圾 我觉得这是上帝的一个保守拯救 让我过一个规律的生活 依靠你的生活 主啊 我永远没有像别的上帝 我永远仰望你 我没有像别的偶像举手 你是唯一的主 我人生所要的就是那个真实 而不是要其他那些感觉 或者是祝福 我要的是那个真实 而不是一个 见在错误根基上的祝福 我宁愿是在一个准确根基上 生命不好过 而我也不要选择那个错误的根基 且过一个很不错的生活 谢谢主 你历世历代保守的一些圣徒 过这样的生活 我自己在读这样的圣经的里面 在野狗之处我们被你压伤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离开你 谢谢主 不是我们坚强 而是你的不断的保守 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求主保守 祝福每一位 我向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今天来主耶稣和党的欢乐 我相信我们地上欢乐的影子 是整个天上的预表 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地上经过这些欢乐有祈福 这是主耶稣在你的天国有个永不分散的宴席 主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每一年 我们的明年更求主带领祝福我们 让我们勇敢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所拥有的可以更多 我们所缺乏的能够更经历主的丰富 我们所不够的更求主的来加添 主啊感谢主给我们有主力的团契 给我们有家庭 给我们有互相彼此有爱的关系 因为爱使一切变为丰富 我们更需要你的爱 在所有的爱里面 更来经历那永不分散的爱 谢谢主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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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